好,各位投資朋友們好,我是路易斯 歡迎收看今天選股SO EASY的節目 我們來看今天的大盤 那今天的大盤指數呢 開著小高往上攻擊 最終收了漲99點 漲幅0.94% 那成交量是1070億 那近期來講的話 在這一波反彈震盪的過程當中 路易斯跟各位投資朋友們報告 我們的大量成交區間 是不是就在10340到10420之間 也就是圖上這個大量成交區間位置 結果在8月26號的時候 受到美股的影響 台股往下跌嘛 那往下跌最低點 就來到我們的10340 OK,10340 所以路易斯跟各位投資朋友們 分享這個大量成交區間 確實是有一定的一個支撐效果 OK,有一定的支撐效果 那這個地方支撐住了後續的行情 是不是開始震盪走高 在8月27號這一天 我們跟各位投資朋友們 公開在我們的LINE群裡面 分享了一系列的選股的長寶圖 那為什麼路易斯會選在8月27 跟各位投資朋友們公開分享 我們的長寶圖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地方來到大量成交區間的支撐 我們當然應該要伺機做多 應該要伺機做多 所以這地方我們分享了 我們的一個長寶圖之後 指數是一路上攻 在8月30號 確認站上了10542 最近一個黑K棒的高點 確認止跌 那確認止跌之後行情震盪 在9月3號 也就是在昨天的時候 拉回嘛 拉回 那路易斯跟各位報告 目前的頸線位置還沒有跌破嘛 那目前也是在月季線之內 代表它是一個震盪的盤勢 震盪的盤勢 所以路易斯認為頸線位置沒有回跌的話 後續行情自然有機會上攻 畢竟目前站上關鍵止跌位置10542嘛 結果今天 雖然美股在昨晚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定的跌勢的 不過今天台股開了小高之後 就一路上攻 OK 那往上攻擊的過程當中 目前的位置在哪裡 今天最高點在670對不對 那季線是被665 所以其實今天盤中 其實有曾經要去挑戰到 站上季線跟半年線的一個壓力的 不過通常沒有收上去也沒有關係 至少目前也SORRY跟中產紅K棒 代表說近期來講的話 行情趨勢確實是像我們講的一個 震盪偏多的格局 震盪偏多的格局 所以路易斯近期一直跟各位同學們報告 站上我們的關鍵壓力位置之後 轉為支撐 後續行情是不是有機會震盪走高 挑戰到上方紫色附近的大量成交區間的 套牢麥壓 所以路易斯跟各位報告的是 網上攻擊的過程當中 一旦來到了這個大量成交區間 投資我們在操作上可以稍微逆向思考一下 是不是這個地方要先走一趟 先走一趟 畢竟這個地方的成交力有點大 很容易導致有壓回的疑慮出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我們的一個大盤的籌碼來看 那今天上漲賽者加速差額來到了440架 整體來說今天盤面上多方個股非常的強勁 那外資今天再度買超了55.8億 那整體來說外資近期的現貨買超量開始出來了 所以行情慢慢開始往上推升了嘛 最關鍵的是什麼 最關鍵的是這個期貨的未平常量 之前路易斯一直跟各位投資朋友報告 5萬口這個水位對不對 5萬口這個水位 今天終於來到5萬口了 51087口 代表說外資對於後續的指數行情是樂觀的 所以近期來講的話 還是一樣符合路易斯的一個論點 盤勢目前就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震盪偏多的格局 指數方面外資是有向上拉抬的企圖型跟異位的 所以近期來講的話 我們在操作上當然就是折骨做多 當然就是折骨做多沒有太大的疑慮 那我們來看看在OTC的部分 那近期的OTC的市場也是一樣蠻精彩的 為什麼精彩 因為這個地方路易斯是不是跟投資朋友報告 我們昨天報告什麼 是不是來到大量成交區間 這個地方收了一個很長的上影線 代表說行情是不是有機會在這邊做震盪 今天伴隨著加訓指數的強勢 往上推升一樣收了一根實體的一個紅K棒 而且是帶量的實體紅K 那貴買指數的看法怎麼看 路易斯認為這個大量成交區間 目前還沒有站穩也沒有站上嘛 所以這個地方路易斯認為後續一樣 提防隨時有拉回的疑慮 不過拉回來講的話 投資朋友留意 目前的行情到底是多方還是空方 目前的指數是不是站在月季線之上 月季線之上不就是多方格局嗎 所以拉回你應該是要做多的 拉回你應該要做多的 所以目前行情是一個震盪偏多格局 震盪偏多格局 除非能夠帶量站上上方這檔案長的時間 行情將能轉為多頭控盤 多頭控控盤 那屆時中小型股 自然就會有全面噴出的一個效果出現 那目前沒有看到這樣的訊號 投資朋友們在操作上依然先留意 上方的大量成交區間的壓力 能否突破即可 OK 這是OTC目前的一個看法 那下方的一個位置就在 這個8月5號的關鍵黑K棒 這地方是一個相對的一個支撐位置 投資朋友們可以近期留意 這地方的區間震盪 甚至是有沒有突破訊號的產生 好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盤面上 比較亮點的類股 今天其實多數的類股基本上都是收漲的 那尤其比較強勁的 像這個玻璃陶瓷 汽車這地方都拉個長紅 不過拉個長紅 我會發現這均線目前還是有一點糾結 甚至是在這個地方做震盪的 但比較明顯的多頭格局的類股 像是在半導體這地方比較明顯的偏多 或者是在像是在光電這地方明顯轉多了 電子這地方也都一樣明顯轉多 所以其實近期來講的話 有多數的類股 甚至像是在這個資訊服務的部分 今天一樣 收力跟實體的紅K棒 所以 多數來講的話 有不少的類股 不少的類股 其實目前都是一個多頭排力格局 那有不少類股 目前也都在做轉強的動作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路易斯希望帶各位投資朋友來看的是 盤面上的焦點的強勢股 焦點的強勢股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我們的一個 特別報價的部分 來看看今天高周轉率的股票 好 那高周轉率的股票 我們看今天漲幅在前面的 像在OMG OK 我們看OMG好了 OMG是什麼股票 遊戲股嘛 那遊戲股近期是誰來領漲 遊戲股今天最強勢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 是網龍 網龍近期來講的話 一路往上狂飆嘛 五日線都沒有破 持續狂飆 那網龍就帶動了整個遊戲股的 上升的一個動力 所以 這些類股 他們具備有起漲的特性 那這個地方當然就往上攻擊 OK 當然是往上攻擊 那OMG可不可以買 路易斯認為OMG這地方 投資朋友去留意一下 網龍為什麼可以漲 網龍是財報好嘛 網龍財報好 那OMG呢 OMG這地方 欸 營收開出也不錯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不過路易斯認為 其實像是在這種遊戲產業的部分 短線上是有一定的漲幅 投資朋友在操作上 應該要儘量先去避開 像這樣子短線漲幅 過高的個股 風險會比較大一些 當然遊戲股部還有什麼 像這個星象啊 星象鍵也漲停板 所以遊戲這個族群 目前來講 算是排面的強勢族群 不過短線上 都有一定的漲幅 路易斯建議各位 投資朋友 你在操作像這樣子的一個類股 甚至是個股的時候 留意一下你的交易風險 畢竟追高 整體來說 投資朋友在操作上 信金我會相對不足一些 會相對不足一些 那像是今天 這些比較強勢的個股當中 路易斯認為你可以留意的 像是在宏傑科的部分 OK PA 宏傑科 那8086的宏傑科 今天是一個漲停板的表現 成交量放大到了39,521張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今天是不是剛起漲 這地方震盪整理 震盪整理之後 今天出了一根紅K棒 漲停板 並且帶來一個非常大的成交量 這成交量多大 我們來看一下 這地方量能 算是創下近年 算是今年來的新高 這成交量 所以這成交量創的今年來的新高 有沒有機會過高 有沒有機會過前面這77.5 自然是有機會的嘛 營收這個地方 雖然我們來看PA 其實PA族群這個地方 路易斯認為 我們要看宏傑科之前 我們還先看看他同族群的一些個股 像是在穩帽的部分 我們看穩帽 穩帽這樣有沒有漲 今天也小漲 今天也小漲 趨勢目前還是一個震盪偏多格局 OK 所以穩帽告訴我們 PA這個族群是OK的 PA這個族群是OK的 那以今天強勢表態的個股來說 宏傑科 宏傑科 那宏傑科這兩顆 路易斯認為如果投資者們有興趣去操作的話 他還是一樣 路易斯在操作後還是建議各位投資者們 我們在操作一定要先顧及好 我們的一個交易的風險 好 那路易斯幫各位投資者們 畫一下我們目前的一個大量成交區間位置 宏傑科的大量成交區間在這個位置 這個地位置只要沒有顯著跌破之前 拉回你都可以留意做多的買點 拉回你應該留意做多的是買點 那後續有機會過70點 我這個高點是有機會的 所以路易斯認為如果你近期想操作 像是在相對低基期轉強的個股當中 宏傑科 宏傑科是你可以考慮的標的之一 OK 所以今天盤面上其實路易斯認為 像是遊戲股 像是在PA這部分 都是投資者們在操作上 可以去多加留意的標的 OK 或者是像是在大學光進期很標 很標 經驗 我們之前分享過的經驗 還有像是在智欣 像是在劍林 近期都有落底轉強的訊號出現 所以投資者們在操作上 依然可以留意什麼 一樣我們的選股邏輯的個股 我們選股邏輯的個股 那我們選股邏輯 我們近期到底選了哪些股票 路易斯在這邊跟各位去做一個公開的分享 我們在8月27號剛剛提及 我們在8月27號跟各位投資者們公開 在我們的LINE群裡面 分享了一些我們的一個長寶圖 我們長寶圖選出來的個股 近期的表現如何 好我們來看一下像是在這個6510的金側 我們看他金側站個股 8月27號分享730 今天收在772 那震盪整理 這樣整理今天是不是收了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尾盤是不是收到在相對高 甚至在最高點這個位置 往上收到這個地方代表什麼 這有量喔 有量代表說有人在推 那有人在推 這個個股當然價格比較高一些 OK價格比較高一些 路易斯理解 所以這樣個股我們要看的是他的邏輯 外資在買投信在買 大物場比例算是下降了 不過均線維持多多排列 大致上符合我們的系統 那當然後續上 依然有機會上工 也有機會上工 或者像玉泰 玉泰今天還創下了波段新高137塊 分享之後一樣震盪走高 那目前來講的話 外資投信是有在做出貨的動作 不過投信的買盤還是很穩健 大物場比率小幅度下降 那整體來說格局依然是多方格局 那有操作的投資者們 防守好近期的大量成交區間即可 我們當然繼續往上看 OK沒有太大的疑慮 那這檔個股已經有將近有 10個百分點的一個獲利喔 10個百分點的獲利 那再像在京區的檔個股一樣震盪 目前還是在我們的現價附近喔 我們分享的現價附近震盪整理 不過這格局喔 投資者們留意喔 外資有在買 投信也在買 均線多頭排列 大物場比率攀升 那這不就是一個操作的邏輯 跟選股的邏輯嗎 相當個股一根比較大的洗盤 後續還是有震盪走高的機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系統符合我們的邏輯嘛 我們的邏輯就是 只要有大戶在操作 只要有法人在操作 只要大戶印場搶股票 搭配一定的基本面 後續當然上去的機會 上去的一個機會自然是比較高的 OK 具備有向上攻擊的動能 我們的策略就能選出像這樣的個股 或者是像什麼 像智威 智威這場個股 我們一樣在這一天 8月27號跟各位投資們公開分享 195 今天收在221 221 短線上來講的話 其實是有24塊左右的一個價差 25塊這裡的價差喔 那這地方有價差了 我們這地方選出來 是不是在起漲點 往上飆嘛 往上飆 借助的是什麼 外資在買啊 投資不是在買嗎 刀不說話比率攀升 均線 多多排列 所以瑞士跟各位投資們分享 是一個選股的邏輯 我們怎麼選出這些股票的 或者是像國光生 分享之後 在24.2 24.2 今天來的25.95 1塊75 昨日的價差 1塊75 那這地方也是一樣有一定的漲幅喔 往上飾逐漸墊高 那這地方也要外資在買 投資在買 大戶重華比率是攀升的均線維持 多頭排列 站穩大量成交期間 後續自然是向上看 OK 後續我們當然沒有太大的利率 就是向上看 所以怎麼樣有邏輯的選出這樣的個股 相信投資們們是很有興趣的嘛 那瑞士其實在我們的影片當中 一直跟各位報告 外資 投資 大戶 甚至是均線 當然如果投資們根據這樣的策略去選股 投資們會發現 怎麼股票這麼多 為什麼路易斯只分享了九檔 但投資們們用這樣的參數去找 股票怎麼多 原因很簡單 因為其實路易斯除了這樣的一個選股的邏輯之外 還會加入一些像是在基本面 像是在加量關係的部分的一些參數 幫助我們過濾到最有機會的個股 所以如果你對於路易斯的一個選股 你是認同的 你有興趣的投資們們 我們的9月21號有一個講座 跟群益合作的一個講座 有興趣的投資們可以來報名 可以來報名 那我們今天來回答一下 投資們在持股上的一個問題 有投資們問到路易斯 台開這檔個股可不可以操作 台開這檔個股 路易斯其實有幫各位 幫投資們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符合我們的系統 外資我們買 外資進場在小買 外資進場小買 投信沒有買 大歐重碼比例是下降的 那均線空頭排列 那整體來說其實並沒有符合路易斯的系統 並沒有符合路易斯的系統 所以這檔個股路易斯不知道 您是手上有部位 或者是你想進場 OK 那這地方路易斯建議 因為不符合路易斯的系統 其實路易斯對於這樣的股票 不會去主動去操作他 那為了保護投資們的資金 路易斯還是會跟各位同學分享的就是 防守 路易斯幫各位投資們 畫出一個大量成效區間的一個防守位置 這個位置如果破了 這個位置如果破了 那投資們可能要先行去離場 保護好你的資金比較重要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資金 運用的比較有效率一些 路易斯認為不妨去參考一下 我們分享的長寶圖 分享的長寶圖 當然有些個股漲上去 那有些個股漲上去 路易斯認為 投資們不需要去太過積極 等待我們下一次再分享我們的長寶圖 依然有上車的機會 依然是有上車的機會 那當然 投資們如果目前在手上有一些持股上的問題 甚至是有一些 不知道該如何去操作 不知道該如何選股的 可以私訊我們的小編 可以私訊我們的小編 那路易斯會為各位投資們做一些解答 像是近期來說 BDI指數 代表航運的BDI指數 近期是不是創下波段新高 路易斯在我們的LINE群裡面 也有跟各位投資們 之前在盤中有提示 那BDI指數創高 代表什麼 代表國際的航運的趨勢 目前有一個轉折 而且甚至是有往上漲的動能 所以我們來看台股 如果是航運族群 有沒有什麼個股是值得留意的 像航運族群 路易斯認為像是在 不論是在 星星或者是域名 甚至是萬海 我們現在看萬海好了 萬海這檔個股 相信有在追蹤路易斯的一個 粉絲專頁的投資朋友們都知道 我們之前是不是在這裡做過一波 我們是不是在這裡做過一波 7月4到7月5號 這個附近 我們在這個平台有做一波嗎 是不是往上漲 漲來到了最高 有20-30%的獲利點 對不對 這個地方投資朋友可以去驗證 再來我們的粉絲專頁 後續震盪拉回之後 這個地方 踩到這個大量成交區間的支撐 是不是開始彈了 是不是開始彈了 不過路易斯認為 像是在萬海這個地方 其實籌碼沒有非常的漂亮 OK 我們來看一下 像是在域名的部分好了 域名 散裝航運的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 域名的籌碼 是不是明顯的不太一樣 外資在買 投信在買 大物籌碼比率攀升 均線 多的排列 它符合我們的系統嘛 所以路易斯認為 如果你想操作 像是在BDI指數 航運這個族群的部分 域名是不是近期 有站上我們的大量成交區間 而且法人都在買 這地方是不是有一個明顯的轉折訊號 這地方是不是只要沒有跌破 域名我們是不是可以去騙多看 我們是不是可以騙多看 所以路易斯認為 像是在 不論是在我們剛剛看到萬海 或者是在星星 這地方都有轉場的機會 不過我們在操作上 盡量選擇什麼 充滿比較漂亮的 充滿比較漂亮的 OK 或者是如果你認為 域名這地方 還有我們其他相同類似的個股 可以參考 那星星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星星 一樣外資買 投信買 刀船比例 這地方小幅度下降 均線多頭排列 那目前也是站上大量成交區間 沒有破之前 航運指數搭配BDI上去 那這個地方當然有機會 當然是有機會的 所以路易斯認為 如果你在操作在航運的部分 像我們剛剛提到 不論是在域名 不論是在星星 甚至是萬海 這些類股 這些個股都是投資盤門 你在操作上 應該可以多加留意的標的 多加留意標的 有機會